狄鲁克老爷,真难得,是今天刚好闲着没事干吗? 什么叫闲着没事干?我收到了你们兼任酒保的消息,过来看看而已。 哇,情报太灵通了! 所以,当酒保的体验如何? 是啊,狄鲁克老爷问得太早了,我们开张还没多久呢? 只是想问问第一感觉,兴奋吗? 还是困扰。有什么感受,直说就好。 原来如此。 不,不问问我吗? 我的第一感觉是……好喝! 那就好啊,为你高兴。 能请你帮我调一杯苍古落日吗?杯料随意。 嗯,不用着急。 ��다它一定 нас修行。 一杯煮香蜡。 味道很不错。 什么天赋是什么? 水果新鲜,就算什么也不加都会很甜。 那就感谢蒙德的土地吧。 仓谷落日,是我第一次挑出的音品。 那时还小,父亲摆出了几种材料,让我自己动手尝试。 没有要求,也没有提示。 多半是为了看我的灵性吧。 最后我做出的,就是这样一杯果汁。 我,为什么? 父亲也很诧异,但当时的我并未考虑其他因素,只知道果汁很甜。 现在想来,那是多么幼稚又短浅的认知啊。 好。 我没有那样想过,毕竟当时父亲什么都没说。 不过,谢谢你。 另外,有件东西想给你。 等你对酒保工作有更多体验之后,再交给你比较好。 以你的能力,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份工作。 我也会,帮忙打气。 嗯,期待你们的成果。 那我就先告辞了。 有空再来啊! 。 对呀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